大家午安,是不是好不好? 今天來到台中的玉園花園酒店的溫莎咖啡廳 對,名字有點慘 反正就是今天要來吃一下這間溫莎咖啡廳的吃到飽 因為今天是中午 所以算是做一個中午咖啡的開箱 那它的價位表會跑到那邊 它是11點半入場 那其實周圍已經有蠻多人在排隊了 那今天是平日的我們 這也是我第一次吃 所以我也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值不值這個價錢,開箱看看吧 等下11點半大家就吃 沒有應該去睡 I'm used to your side I'm certain you have had another thing 剛去拿了一下他們的餐點 那其實可能店家知道我們在拍攝吧 所以就安排了一個比較安靜的位置 那個光線也比較好 感謝預言歡迎酒店 剛稍微去看了一下他們餐點種類其實還蠻多的 以中午來講 我拿了一個番茄燉羊肉 奶油烤魷魚 還有拿一個美國爐烤牛 然後我發現這間還不錯的點 就是他們有現蒸的魚 然後它這個魚肉感覺都還蠻大塊的 或者是整隻一整隻的魚 發現還蠻多人會去夾它的 所以趕快先夾一下 然後我發現它的餐具啊 桌面上的餐具 好像就是一個刀叉 然後還有一湯匙 但是我個人比較習慣拿筷子的話 好像這裡就沒有筷子 所以就有點可惜一點 但是應該還是可以跟工作人員要啦 好 那就先來吃一下這個番茄燉羊肉吧 剛剛稍微聞了一下 有一點番茄的味道 再有那麼一點些微的羊燒味 但是肉質是非常的嫩 再試看看這個骨頭旁邊的肉吧 感覺應該會更好吃 帶有一點肥肉 然後又有一點瘦肉的地方 它入口的時候 你會先吃到那個羊的燒味 之後會有那個番茄那種微酸 之後再微甜 就是番茄的那個酸之後再甜 然後再變成羊的味道 整體來講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再來吃一下這個奶油烤魷魚 感覺像是一般的白魚 感覺是拿去煎過 上面外表感覺像是酥酥脆脆的 吃看看 它這個魚啊煎得還蠻焦脆的 灑一點黑胡椒有那種黑胡椒的焦香感 搭一點它在上面的奶油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奶油是多了一點點綴的效果 但是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喜歡奶油啊 如果它沒有奶油 單純用那種煎到那種焦脆 我就覺得就很好吃了 接下來吃一下到每一間buffet 都一定會有的烤牛肉 幫我們切牛肉的那位切得很好賣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吃起來才會爽 嗯 嗯 我覺得它的那個肉質啊 不會到讓你咬不爛的那種 吃起來還蠻Q彈的老實說 裡面的油脂它鎖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你在慢慢咬的時候 它的肉質會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跑出來 牛的味道也不會到太讓人不能接受 是有牛的味道沒錯 但是這個牛的味道我可以 哇 剛吃完了那塊牛排 發現說好像吃兩塊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偏油膩了一點 那接下來吃一下這個清蒸的鮮魚 一碰就是那種化開 對 你要看一下 它上面這一隻的話 它還撒了一點類似泰式的那種 辣椒醬 再做一點調味 就感覺像是泰式的清蒸檸檬魚的概念 就單吃魚肉的話其實覺得 魚肉也蠻合格的 但是我個人會更偏向加上一點它這個 薑絲跟這個辣椒的這個醬 因為魚本身還是帶有一點略略的腥味 總體來講我也覺得還蠻好吃的 有一個不錯的蛋白質來源 那它這個泰式的醬呢 我覺得它搭這個醬來搭的不錯 它的這個辣度大概是微辣 接下來直接吃這隻 應該這也要用筷子吃會比較方便 一擦它那個魚肉就跑出來了 不錯 這是一種蠻細緻的魚肉 吃看看 你看看 這款調味跟剛剛不一樣 而且魚肉本身原味吃起來的味道 魚的腥味也都沒有那麼重 帶有一點略略的甜味 這隻魚 那種海鮮的鮮甜味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魚類專家 你要我叫出來它的名字 我也可能要跟你說聲抱歉 我叫不太出來 但是這種魚大概應該都是有看過的 對 那 那知道的朋友們可以留言底下告訴我 那它這上面還有撒一點蔥花跟薑絲 整理吃起來也蠻搭的 一次吃整隻魚真的很爽 超大塊的魚肉 就是這個蒸魚我覺得還蠻值得拿 那兩種比較起來的話 我也會更喜歡整隻的這一款 但是雖然它吃起來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肉質 會比以上款來的好吃 OK 那現在又來到了生魚片的時間吧 什麼時候的這個時間呢 我也不知道 只要依照我吃吃到飽的習慣 我就會習慣先吃烤牛肉 之後再來弄這個生魚片 那它生魚片種類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總共有魚種 有鮭魚 然後有旗魚 鯛魚 有黃金魚吧 那樣子 這麼多種魚類 我個人還是喜歡吃鮭魚 所以我就只拿了鮭魚 就先來吃看看吧 先吃一個原味的 我覺得表現得很中規中矩 沒有到很讓人驚豔就是 哇 油脂怎麼那麼多 那就是還可以 魚的鮮甜味是有的 油膩程度也不會到很油啦 但是我個人會喜歡它有一點 那接下來吃一下這個白蝦 當白蝦你要做到很難吃也感覺很難 我覺得它剝殼之後還蠻好剝的 應該吃起來也是會新鮮的 吃一個原味 吃起來還蠻新鮮的 老實說 越咬會越有它的那個蝦子的鮮甜味 但是不是特別的明顯 就是淡淡的那種海鮮的鮮甜味 這也是還不錯的酷雷 接下來又拿了一盤熟食 奶油 蛤蜊 海鮮 義大利麵的樣子 這個是德國豬腳 其它這兩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標示品 那中間這個的話是脆皮烤鴨 好 那我就先試我叫得出名字了 這個是德國豬腳 我覺得豬腳要好吃 就是在它的皮要夠脆 然後裡面的肉要不乾不柴 試看看 我剛剛選到的那一塊啊 皮非常的脆 我好像拿到整塊皮佔的比例比較多 肉的比例比較少 然後所以咬下去的時候油感是非常夠的 肉就吃到一些些而已 那整體來講我也是覺得還蠻不錯吃的 豬腳的那個味道 直接串到我的皮腔裡面吧 那接下來吃一下脆皮烤鴨 特別挑了一塊帶有一點 它那個皮感覺是薄薄的 然後又涼涼涼涼涼的 我覺得說這塊看起來應該是最好吃的 吃看看 有可能是我取到餐之後把它放得久了一點 因為我剛剛還有吃那個蒜魚片嘛 那它本身好像 因為我印象中的脆皮應該是比較不會那麼濕 但是它剛剛吃起來是有點濕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這樣吧 它其實它的脆皮也是還有它的脆度這樣 鴨肉也蠻有鴨肉的味道 味道太乾太長 那如果可能你現夾然後現吃肉的話 會更好吃一點吧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 不代表看起來像是魚肉 但是我也不確定是什麼肉 因為它在夾的那邊沒有標示說它叫什麼 吃看看吧 剛剛吃了這個抹了甜辣醬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麼肉 但是吃起來肉質像是魚肉 但是又不知道是什麼 感覺有可能也是那一丈之類的 然後大家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我是怎麼樣欣賞這道料理 接下來吃一下另外一道 這一看就知道它是雞腿 也是略帶一點濕的雞腿 大家吃看看吧 那雞腿吃起來也是濕濕的 然後帶有一點茶味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有點那種類似會吃到鹹的那種茶料理 會有那種醃漬的味道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 奶油海鮮義大利麵 那它這個奶油海鮮義大利麵 它裡面其實還有蝦子跟酒孔吧 對 這款好吃 它那個奶油味啊 跟著它的這個麵筋 都裹到了它每一條的麵上面 咬下去的時候 是很能吃到它那個 奶油義大利麵的味道 就搭配一些海鮮吧 然後讓你吃的過程中 口感不會這麼的單調 就只有麵的那種感覺 那這一盤的話 個人比較喜歡的是 這個豬腳嘛 對 如果硬要選一個的話 豬腳應該說 這盤裡面最喜歡的 剛剛稍微拿了一下 比較特別的菜 麻油絲瓜麵線 然後這個是無錫排骨 跟一個 很多現在的buffet 都會有的 現蔥牛肉湯 那這間的牛肉湯 我覺得它不一樣的點就是 一般牛肉湯 它只會給薑絲跟蔥嘛 還有香菜 那這一間的話 它有多一點洋蔥碎塊 所以我就加一點蔥碎塊 這個也蠻特別的 這個是水煮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好 那現在先試一下 這個不會那麼燙 不然這個湯 感覺都還蠻燙的 絲瓜麻油麵線 這麻油麵線蠻好吃的 它那個絲瓜很甜 麵線也蠻滑順的 一個不雷的麻油麵線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體會 接下來吃一下 五錫排骨 排骨吃起來是不是冰冰涼涼 不知道它本來就是這麼做嗎 那吃起來帶有一點微微的甜味 如果它是做成熱的話 我會更喜歡 本身也不難吃到 接下來喝一下這個 現蔥的牛肉湯 我覺得現在喝來喝去 我覺得他們的 各大巴菲的牛肉湯啊 都大同小異 唯一的差別最明顯的應該就是 湯底吧 我個人會更偏向 如果湯底夠鮮甜 夠好喝的話 我才會覺得 會想要再去拿一碗這樣 這個的話 因為我本身是在台南讀大學 我在台南的時候 也喝了很多牛肉湯 目前為止 我覺得喝到Buffet好喝的牛肉湯 有一間是特別還原度很高的 就是你喝它的那個湯的時候 你會喝到它的那個 牛肉湯底本身的那個味道 很鮮甜很清甜 那這間的話 結果感覺沒有那麼的 以前在台南喝到那種鮮甜的感覺 也不會難喝 但是就感覺少了一點水 那接下來吃一下這個水煮魚 這顏色看起來真的很棒 上面還有一點花椒 跟辣椒 還有一些辣油 這魚肉很嫩耶 這魚肉是那種 一碰到嘴巴 就很容易化開的 它本身辣度不會很大 麻也不會很麻 我覺得是應該 要符合大家的那種口味吧 那我個人是喜歡吃它麻一點 會再辣一點 這款的話 如果再做更麻更辣的話 會更加喜歡 那本身其實它的魚肉 我會覺得已經算很適合 哇 那其實 現在是來甜點時間了 什麼時候這個時間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現在夏天嘛 天氣很熱 那溫砂咖啡廳呢 它有準備那種剉冰 還有哈根大士 但是 你也知道 現在很多法貝都有哈根大士 那 就來嘗試一下不一樣的甜品 那我本身也滿喜歡吃剉冰的 那它其實有醬可以加耶 那我身邊有加醬 然後它有很多配料可以 我加了一點花生 藝人 蓮子紅豆大紅豆 這裡還有一個蔬果汁配合 我覺得配料吃起來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它冰體本身有點 需要再加強 因為它冰體本身是 比較出力的那種冰 比較大塊的 就沒有那種 我們去外面吃剉冰的時候 它比較磨得比較小 比較細緻 因為這樣子剉冰吃起來 就比較像是 在咬冰塊 但是 你把冰塊 稍微不要那麼大塊 就是感覺是在咬 很多小小塊的冰塊的感覺 這蔬果汁還滿好喝的 它上面有那個沉澱物 但是它喝起來是 感覺很真材實料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在自己炸那種蔬菜汁 就是一定要有那種沉澱物 才是那種真的用蔬菜 還有蔬果才去炸 而且帶有一點 樂樂的甜味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是要喝健康的 所以要喝那種 很多綠色的 就等整罐打出來是綠的 然後就偏苦 然後很多菜味 那現在這個 應該是有多加了一點 很多水果 所以喝起來也是甜甜的 不會到難喝 來到了又是甜點時間啦 拿了幾款它們看起來比較好吃 然後我個人也比較想要吃 甜點 因為它很甜點手類也滿多的 然後我拿來這個是蜜桃寒天丼 挖出來顏色是長這樣 很像是果凍的概念 吃看看吧 酸酸甜甜的 它裡面還有加水蜜桃的那種 水蜜桃罐頭 所以其實一咬下去的時候 水蜜桃罐頭的味道是非常強烈的 這款就真的很像在水蜜桃罐頭 只是口感上面多了一點Q彈的層次 那接下來吃一下這個大理石蛋糕 這滷肉蛋糕也滿好吃的 味道也是滿濃郁的 起司味道還滿重的 好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生巧克力 因為剛剛其實我在點這個 巧克力的時候 它叫做威士忌生巧克力 我在想它會不會中間咬一半的時候 會有那種威士忌的那種酒精東西流出來 那其實沒有 因為我在那邊品嘗說 到底威士忌在哪裡 然後咬一咬發現說 真的好像有淡淡的那個酒味 然後它本身是偏苦的 它不是很明顯 但是你要仔細品嘗的話 就會品嘗得到 外面的其他間好像頂多就是生巧克力 就是沒有這種威士忌的 那接下來吃一下這個提拉米酥 那其他米酥就要開好了 哇 吃完了 那這個中餐現在吃到2點鐘 還統整一下好了 現在講環境好了 因為你看 這邊是一個半露天形狀 所以如果在早晨的話 吃起來的話 陽光充足特別的好 然後其實也滿空曠的 因為浴員花園酒店 他們還幫我 特別挑了一個人比較少安靜的地方 所以其實用它起來 我就覺得還滿不錯的就是 雖然人很多 但是整體吃起來用它環境是 它很空曠 然後又有溫馨的感覺 服務態度 我其實也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們收餐出力也很快 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呢 東西好不好吃 那其實有東西好吃 有東西不好吃 那也不是說不好吃 就是還可以再進步的地方 印象比較深刻的話 清蒸的魚 不會有那種魚心 對 然後我個人是還滿推薦 大家來這裡的時候吃一下清蒸的魚 比較可惜的點就是 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會需要用到筷子的時候 但是他們好像是也沒有筷子 那餐點的種類其實也滿多的 基本上也是沒有辦法全部都吃完 吃起來比較會回本的 我都基本上加了一遍 可是喜歡開箱這種吃到飽 所以記得 鈴鐺跟訂閱都給大家吃一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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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